我也只是秘書長成立專案小組來全力協助 來處理大師的相關方丈的一些事宜 所以我想大師的精神 我想也會像明燈一樣的指引我們能夠了解國法 今天心情非常的沉痛 也特別來這裡表達哀悼 大師其實在1967年來我們佛光山開山之後 除了提倡人間佛教 以文化弘揚佛法 以教育培育人才 以福利照顧社會 以共修淨化人心 其實在這幾年可以說是文身就苦 不僅在弘揚佛法 那二方面也在文化教育跟慈善事業 其實都獲得舉世的敬重 可以說是高雄的榮耀 所以大師的過世我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哀碰 那也祈願大師能夠 這一個敬國會命 成願再來阿彌陀佛 那我也只是秘書長 成立專案小組來全力協助 來處理大師的相關的 這個當場的一些事宜 希望說在整個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到佛光山 不僅來這裡悼念這個大師 或者是能夠來緬懷大師一生 對於苦度眾生 弘揚佛法的貢獻 所以我想大師的精神 我想也會像明燈一樣的指引我們 能夠了解國防 暗音 只許暗門 抵憑